今夜最新体育焦点 富邦汉将张育长 今天晚间对上中信兄弟 总算敲出生涯首轰 一记两分炮 帮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 而这也是张育长的中职生涯首轰 首打点和首得分 让全场热血沸腾 最终富邦汉将以9比3赢得胜利 拿下了二连胜 这一球 简大的朋友要注意了 要注意了 奋力一级富邦汉将张育成 在终止的第四场比赛 打出反台首轰 可以获得张育成的 亲笔千名球 这是育成的反台首轰起 全场欢声雷动捡到球的民众高举 手中棒球笑得合不拢嘴 张育成慢慢跑回本类 开心和队员急掌拥抱 16号晚间例行赛 富邦汉将在新装棒球场 与中信兄弟交手 张育成排第三棒正手游击 第三打席集出左外野拳勒打 一记两分炮 同时进仗首打点 让富邦汉将把领先扩大为7比0 不过在六局下出现意外插曲 哦 风哥这边 带培风上场打击 遭到兄弟投手陈伯军连续三颗 头部精神球 引起汉将总教练陈进风不满 双方球员都冲进场内 哇 板凳清空 不过最终富邦汉将 靠着张育成手轰 加上其他队友的炮火猛攻 中场富邦汉将以9比3 击败忠信兄弟独胜 借新北综合报导